立委陳歐珀表示 憲政改革攸關全體國民的未來 所以一定要不分黨派來推動 因此特別舉辦座談會 聽取基層心聲 讓真正的民意能夠展現出來 雖然即使現在政黨之間的共識也不多 但是我覺得人民的才是力量 人民的力量才是完整 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由下而上 能夠催促立法院在這次修憲的過程 能夠大合度的大家能夠廣泛來討論 甚至是民進共識 不要太過以綁手綁腳 甚至以阻礙到國家的進步 我認為這樣就不對了 我們是民主的國家 一切以民為主 我們希望提出這樣的版本 所以還是要聽民間的聲音 做這樣的一個互動跟交流 讓我們的真正的民意能夠澄清出來 參加座談會的立委廣碧林則是表示 上一次修憲是15年前 部分憲法條文已不合時宜 因此推動這一次的憲政改革 不過要完成修憲門檻很高 所以這一次修憲是否能夠成功 需要人民的討論和支持 以現在的修憲程序是 立法院的修憲案 是只要有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員 他不提起立法院 有無法提出修憲案 但是公平覆決是必須要立法院 送出修憲案 才可以給人民行使人民主權去修憲 修憲是人民的權利 現在的這一種最剛性 極剛性的這種修憲程序 也是懷信大家認為應該要改的立法 因為我們不能讓 不能讓國會四分之一的國會議員 就沒收人的修憲公投的權利 所以這個是我們目前所謂約件當場在 我才會說民意是非常重要 用民意的壓抑來防止這種現象發生 座談會當天也邀請國立政治大學李游潭教授 針對憲政改革的必要性 以及議題來進行詳細解說 宜蘭新聞記者 賴福星採訪報導